美国又计划停飞中国无人机 下属部门却唱反调 美国意图能实现吗 印度人难得说了句公道话 近日 美国排斥中国无人机的意图越来越露骨 据媒体1月13号报道 美国内政部计划永久停飞上千架无人机 这是华盛顿对中国技术感到担忧的最新迹象 因为这些无人机至少部分是在中国制造 很明显 美国想要重掌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 随着武器人工智能的快速铺设 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这块蛋糕将越来越大 而目前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占比很高 实际上 美国人以莫须有的借口 排斥中国无人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17年 美军出台停止使用大疆无人机的条例 但一直以来 由于大疆无人机的成本优势和性能优良 美军内部并不愿意舍弃这款无人机 偷偷摸摸地持续采购 去不完全数据统计 2018年 美军又花了约24万美元采购大疆无人机 如今 老调重谈 停飞中国无人机说明美军真的心急了 据数据统计 过去十年间 中国出口大型军用无人机163架 而美军只有35架 至于民用领域 中国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 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 以这样的发展趋势 美国造无人机的市场份额 将被中国蚕食的一干二净 不过 美国高层的看法并没有得到下属部门的认可 反而遭到了涡理反 各机构人员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过去几年 美国已经把大疆无人机用于灾难救援 观察野生动物 绘制地形图 农业植保等多个领域 突然之间撤掉这些大疆无人机 不仅会使美国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失去保障 对美国的社会发展也十分不利 总而言之 美国排斥中国无人机的行为 并不受到众人的看好 其实 就拿大疆无人机来说 近几年 出口至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国家安全信息泄露问题 大疆公司负责人 也做出几次公开审查 有意思的是 印度人罕见的为中国无人机打抱不平 有印度网友称 这本身就是个笑话 美军这些年 给外售武器留的远程遥控技术还少吗 大疆无人机没有任何问题 分析表示 三哥难得说了句公道话 或许是印度最近爆出 维克兰特号航母发动机 严重动力不足的缘故 四台从美国采购的LM2500加燃气轮机 优惑着印度向加大采购大疆无人机的力度